购物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马蹄隔主题馆的馆长 我叫曾介崇 我们单科生蚝 原划到现在经过大概三年左右 那中间很多次的失败 然后记起失败的经验 我们再把它引进到宜温养殖 整个养殖换往 是朝生态养殖换往来进行 比如说我们这一个宜温里面 大概有五分之三是养殖马蹄隔 五分之一是养殖生蚝 还有五分之一是养殖大的蚊隔 发觉到这种环境的话 最适合它们 单科生蚝跟一般的传统生蚝 养殖方法是不一样的 我们马蹄隔里面的单科生蚝 是朝两段是养殖 我们小时候是在外海养殖到 一个阶段以后 把它引进到马蹄隔的养殖室里面养殖 所以体型比较瘦大 而且那个肉质很鲜美 味道很甘甜 一般在外海的养殖 那个单科母粒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经过大概三年的养殖 然后我们这样采捞起来的单科生蚝 来呈现给我们观众朋友来尝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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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